台北市警方发现了最近大陆来的金光党横行 他们是以自由行的名义来到台湾 入侵到了传统市场 而且专门锁定中年妇女 假装只要拿钱就可以帮忙祈福改运 再用偷贴换日的手法骗走被害人的毕生积蓄 目前呢清查光是涉案的大陆人士就超过了12个人 湖光市场人来人往 这时候中年妇女套着一口广东国语假装问路 另外一名妇女也靠向来帮忙搭枪 被害人就在金光党的一大一唱之中掉进陷阱里头 负责把放的男子跟在后面 另外一头有妇女同样被金光党盯上 所有认识的百岁人瑞可以帮忙消灾解恶 苦弄被害人 你家里面藏有多少的金钱珠宝 回到家里面去将这些金银首饰珠宝用报纸包装起来 而且要求被害人一定要拿一般的购物的那种红白的塑胶袋 金光党利用符咒和树叶假装施法 但暗地里却用塑胶袋偷贴换日 诈骗38件金氏珠宝 还把骗来的140多万全都换成人民币 准备要带回大陆 为什么要当骗一下钱 这些都老人家 这12个人的犯罪集团号称欺负党 每隔一两个月就会用自由行的名义来台诈骗 目前了解犯的地点不止局限大台北地区 背后的受害人数到底还有多少 以及还有没有其他共犯警方正全力的追查当中 再来 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